有些人覺得很難進入去講信息 而我想大家第一件事做 學做 就是在經文裡面找到關於神的恩典 他的心態 他對我們的祝福 他有什麼計劃 他怎樣行動 那你就能夠講出這件事出來 就已經讓人看到神的美善 就不用想著一個很完美的信息 只能講到這件事 什麼經文你都去想這方面 而有些經文未必直接講神的 有時候講人要做什麼 譬如說我們要寬恕人 要恕人 我們就想到 凡是神叫我們做事 神都做了 除了悔改認罪 神又不會悔改認罪 天父又不會敬拜 耶穌會敬拜 聖靈會敬拜 聖靈會討告 耶穌會討告 但天父 聖靈會沒有討告 聖靈會沒有討告 他只是接收討告 還有祝福 即是回應那些討告 好了 但是神叫我們做的事 譬如說 嚴恕人 神都做了 你講到嚴恕 你就不要只說 你不要恕人 神就不要恕你 你只用人的角度來想 用神的角度來推動 我們去嚴恕 怎樣呢 神為何謠恕呢 就是神和人很不同 這個就是智慧 怎樣用各樣的智慧去發掘神的恩怜 那你由全本聖經就知道 由個人經理就知道 神謠恕人就是 聖經講到你的罪 衰像朱雄 卻變成雪白 衰紅如丹顏 必白如陽毛 多嚴重都好 神都赦臉 這件事是很不同的 因為如果是人 你如果 因為你一個的錯誤 令到他損失一間屋 即是 紅如丹顏 很大的罪 你想他搖樹你 都很難 他一生都生氣你 是 即是比較大的傷害 就比較難 是 就是丹顏 即是說 好像一種紅色的鳥 是丹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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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 總之心紅你的罪 衰像朱雄 必變成雪白 雄如丹顏 必白如陽毛 就是幾紅幾嚴重 那這些呢 你不知道 上網去找的 上網有奇妙的 怎樣呢 你找這個經節 或者寫丹顏 意思 那上網 他又會找到的 和經文的意思 是會上網找到的 好了 那你看到 你的罪多大 的確 人呢 就不是這樣 人呢 當你犯了很大的罪 得罪了他 很嚴重 有時不是很嚴重 有時你冒犯了他 他都很難嚴殊 而且你重複犯 人也不會嚴殊 但是神呢 就不是的 神是 重複犯有好幾嚴重 也好 神都射念 除了聖經說到 虧獨聖靈的罪 不得射念 這件事呢 我們就去想 有沒有犯了這個罪 因為當一個人 真是知罪 他已經不是犯了這個罪 他犯了這個罪 他不知罪 他會心中乾硬 所以有人說 我不知道 是不是犯了 虧獨聖靈的罪 他的心 還想耶穌射念 他都是聖靈 沒有離開他 他都是有聖靈的感動 他就不用擔心了 好了 但是神呢 他的射罪 是必然的 甚至你要想 很簡單 那些人釘十字架 耶穌都說 負下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 他們不了得 就是說 他們釘耶穌十字架 是很嚴重的 但是耶穌都為祈祷 叫天父赦免他們 而那些人 什麼人呢 就是祭司 法利塞人 那些猶太人 負下赦免他們 你想想 就是這麼大的罪神 都赦免他們 所以我們想到 為什麼我們應該要遙恕人呢 哇 我們犯罪犯了幾次 得罪神 整天犯罪得罪神 就是我們無犯神 頂撞神 不聽神的說話 一個禮拜起碼有一次 因為說一次 根本就是很少 一天都不知道一次 一天都不知道一次 就是我講得 一天都不知道 一天都不知道 少些給大家聽 肯定不知一次 那一天都不知道幾次了 那一天都不知道幾次了 但是神都不斷地遙恕 他又不介意 那我們就下一次有犯罪 就不要在那裡說 神不赦免我 我太多罪 不要這樣 神赦免我的罪 那既然神這麼多罪都赦免 如果神留著一樣 我們都要落地了 神赦免我們這麼多 人家得罪我們有多少 那麼我們就遙恕他了 如果不是 神就說 我給你這麼多八百恩典 你拿了你就要了 我想你給些 這樣的八百恩典給別人 你又不肯給了 所以呢 神就會說 你不遙恕人 天母都不遙恕你 所以就提醒我們 真心遙恕了 那就是說 用神的恩典 神的作為 來鼓勵人 全心去遙恕人 當然 如果說信息 還有很多方面可以說 譬如說 可以說人的反面例子 為甚麼人的反面例子 人的確是很難謠恕 就算 口說謠恕 心都有點生氣 多數人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除非刻意處理 刻意處理 就是 我得罪一臣 那麼多臣都要赦免我 神就這麼多恩典給我 我真的要遙恕人 如果我不遙恕我失去神的恩典 那他犯罪又不關我的事 為甚麼要背著呢 他犯罪得罪我 是他的問題 我不放在心上 你得罪我令我不開心 問題就是 為甚麼不開心呢 問題就是 你想不想有心 有個人說 你是這樣的 你是笨 你是笨 是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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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態 就是人能把我浸那樣 這句話真是很高智慧的 人能把我浸那樣 他講完 就有他空氣消失 就有他講 真的傷我心 為甚麼傷你心呢 就是你戒意 是戒意 放在心上 就是鑰匙 這回事 我想問你 其實 我想問你一件事 假設 有些是龍的 他一晚說他 有龍啊 甚麼甚麼 他聽不到 他會否受傷害呢 不會 因為他聽不到 但你聽到可以當聽不到 那個聲音 就一直這樣 那樣東西 你介意 就會上心 而後果是甚麼呢 兩件事 一個就是你的生命的發揮 一個就是 他那句說話多重 我想問你 這件事更重要 他那句說話多重 還是 你的生命的發揮更重要 生命的發揮更重要 是的 這樣的時候 你會問 這個又不對 我沒有說到 你立即一秒鐘 立即做到這件事 雖然是可以 可以的 不過你做不到 不要緊 我不是叫你 立即一秒鐘做到 那你說我 衰事便衰事 衰事 衰事 但是你不會衰80 嚴恕的 那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一輩子 塌塌塌塌 到你死那天 那就慘了 那個受傷 是你自己 其實你想 我用了這麼多的比喻 那些人拿全身 都黏滿了大臉 走到你去 他是要放在你那裏 你放在你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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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猛地想他做的事 你越想就越傷害 你不想他 你接受人就是這樣 人就是會傷害你 你不介意 就不會受傷害 你介意 其實就是在乎你介意 我講一個ABC的觀念 這個ABC觀念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處理情緒的觀念 這個觀念其實是 一些心理學家寫的 不過跟聖經的教導是配合的 A就是發生過一件事 影響你的 B就是信念 Believe C就是後果 Believe就是 比如說 A就是 Activating events 一件發生的事 引致你會不開心 引致你有反應 好 那件事引致你不開心的 例如 例如那個人 撞在你的車上 碰 撞掉你的車 或者你有什麼 很乾淨 很漂亮的東西 把你弄到泥桶 那些髒 弄爛了它 很難買到一件衣服 把你撕爛了 這樣一個損身 這件事發生了 那這個信念是什麼 嘩 他得罪我 嘩 他真是 真是夠 斗膽 這個人 居然得罪我 那就是生氣 這個信念 那就會生氣了 但你說 衣服 新衣服 都沒有了 我還有很多錢 可以買另一件 就算沒有錢 我也夠衣服 不會凍身 這樣的時候 你不說一回事 現在相信人的 世總有一些傷害 那你的後果 便會說 不要緊 那你就天天開心 反而你賺到什麼呢 就是天天開心 但當你介意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別人少少東西 不心 或者不是少少東西 總之多多東西都好 其實我也受過很多人的傷害 其實我 總之不斷 不同的時間 我也有受傷害 但是 我就說 他傷害人 因為人有罪 他傷害我 那我為什麼要躲在身上呢 於是 我就不介意 我不介意 我輕鬆 我可以喜樂 如果我介意 我就得不到這個聖靈的恩高 認到我發揮不到 那我為什麼要失去這件事情呢 但學師 我覺得 如果你說 他心去原諒他 或者是怎樣 但有時候 有些人 會叫你去 還要和他 說對不起 這個真是 很難 很難 OK 一步步 即是你做了多少 我告訴你 我曾經有 少少少少少的 可能錯 其實沒有錯的 我曾經說過 有一次 我打話和他分享 可能是 我知道 我分享是否錯呢 但我都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原諒 因為我沒有吃虧 我又真心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原諒 我沒有吃虧 有什麼所謂呢 他的問題 總之 我們就不會 廣東話 我拿到屎上身 他屎上去 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 他有多少問題 其實世界上的人 他的等級 由輕量的問題 到高 重量問題 是有很多 你遇到重量問題的人 你就覺得 真是不能夠不生氣 那你就會生氣 不過後果自負 為什麼 那麼 這個意思就是 後果自負 好了 這個 其實這個 其實就是 離開了我剛剛所說的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講到 我們能否饒恕人 因為神呢 就是 這麼饒恕我們 這麼多 看到神這麼饒恕我們 其實我們得罪神 就不止那些人得罪我們 我們得罪神 是令到神的名氣收容 我們有不好的見證 令到有些人離開神 甚至 他離開不信耶穌了 神的心裡很傷心 因為有人犯罪 以至那個人 現在離開神 的確有這個發生 但是 神會繼續做什麼工作呢 這是神的事 但是 起碼 這個人做一件事 叛倒他 以至他離開神 神就很不闊 所以神是會追討的 你得罪一個小子 叛到一個小子 他就說 不如把蛋磨石放在你頸上 放下水 真是這麼嚴重的 神很看重 所以我們就 用神的心去看一切 就能夠遙書 這裏說到 遙書的方法 這就是方法 我所說的就是方法 既然是他的問題 他那麼容易發怒 他那麼容易傷害人 是他的問題 我何必受的影響呢 這世上的確有些人 我都說是無理取鬧 和很難頂 不過 我就不去頂他 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說很難頂 我要頂他 我何必頂他 根本我就不介意 事實性於紅意 我不介意 他咬我 不差 因為咬我一口 又不是拿了我什麼東西 就算他拿了那些東西 不要緊 神又給我 就算他傷害我 或攻擊我 又怎樣 神又為我開路 總之我說神給我 又給我 又給我 他拿不走 所以我何必因為他 而失去那麼多呢 要點就是這樣 我們會失去那麼多 如果你沒有這些事情 搞的 你們個個都可以被釋放 去按手祈禱 大約能力祝福人 你就會提升 其實我經常都幫人 被釋放 被祝福 哇 我有信心 又祝福那些人 神又紀念 每樣都是好的 所以呢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會說 何必失業這一年 是 天啊 天啊